中午,一些成年的蓝鲸体长可以达到33米,体重可以达到181吨,要知道一辆大卡车才几十吨重,由此可见,这些鲸鱼的体积是真的大。 根据专家的说法,这些海洋中的鲸鱼智商是非常高的,并且具备一些复杂的情感,大部分鲸鱼的视觉不怎么灵敏,虽然眼睛看起来是挺大的,但其实就是个玩笑。 可是鲸鱼的听觉是非常灵敏的,而且鲸鱼具备一个非常先进的功能,那就是鲸鱼的声纳系统,这些鲸鱼在活动的时候可以用声纳系统回升定位,所以就不用担心鲸鱼会搁浅在沙滩上面了,虽然鲸鱼可以做到避免搁浅沙滩,但是架不住鲸鱼一心要自杀呀,有一头鲸鱼拼尽全力的往岸上游,当医生把鲸鱼尸体的肚子给切开后不淡定了,这是怎么一回事呢,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 在一处海滩上面,许多的游客都在沙滩上面游玩,这个时候远远的看到了一头大鱼向沙滩游了上来,因为这头声纳的体型非常巨大,所以有好多游客都赶了过来,当时还开过来一辆推土机,想要帮助这头鲸鱼重新回到大海,但是却失败了,最后专家把鲸鱼的肚子给切开后,先发现了很多的海洋垃圾,看来这头鲸鱼是自杀的,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,我们下期再见。 感谢观看